好 你看到政政全球之第九四季 奥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 那麼威爾史密斯對頒獎人 克里斯動粗的畫面轟動了全球 現在呢 大家有一些陰謀論傳出 說這是精心安排的嗎 是不是來叫收視率 還傳出夜內有聲音 要他來繳回小金人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出現正反兩極的 輿論跟聲量之後 威爾史密斯在上午七點半 29號上午七點半也發出了聲明 他說自己成為最不想成為的那種人 並且他也向了當事人 好 這是畫面上你看到的這一位呢 克里斯洛克來道歉 但是大家發現 其實在昨天啊 慶功宴上熱舞的影片也曝光了 還有人要問問說 他真的有抱歉嗎 帶你來看 隨著音樂 忘情熱舞 準確地跟上節奏對嘴合唱 新科影帝威爾史密斯 在浮華世界欠功宴上狂歡 很難想像不久前 他才在台上哭了出來 一句期待你演 魔鬼女大病二的調侃 就是讓威爾史密斯 大動肝火的原因 他在奧斯卡實況轉播中動粗 成為頒獎典禮最大爆點 而威爾史密斯戶妻 是因為解答平基脫髮 早就不是秘密 他之前就曾拍影片 向大家解釋 沒想到諧刑克里斯 開玩笑 開過頭 而外界對於威爾史密斯暴力的行為 觀點也是兩極化 有人認為不管是誰 都會這樣保護家人 也有人譴責暴力 對此美國影藝學院 也發出正式聲明 譴責暴力行為 且表示正在考慮 可能會刪除 威爾史密斯出現在奧斯卡 漫長典禮的片段 這個後來會被 威爾史密斯在 威爾史密斯在 吵起 威爾史密斯在 29號早上七點發出聲明 正式向克里斯道歉 他承認自己的暴力行為 確實不可饒恕 而克里斯在事發過後 就曾表示過 不會對威爾史密斯 提告或是追究 而這一巴掌 確實也拯救了 原本被大家看衰的收視率 第94階奧斯卡收視率 從原本低迷的走勢 在威爾史密斯衝上台後 全美瞬間飆升了 近800萬人收看 記者先還有報導 好 持續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上海風半城第一天 再增加了4477例的 本土案例創新高 湖東下沿了空城 空拍道路橋樓上 空蕩蕩 原民女子剛割完雙眼皮 就被隔離 沒辦法拆線 真的很擔心 醫生只好帶著工具 隔著柵欄幫她拆線 超市裡未搶食物 兩名男子一眼不合 拳腳相向氣氛火爆 不只買菜出拳 上海一群年輕人闖入餐廳 找上正在用餐的外國人 只因為不滿疫情 當下他還能開心聚餐 什麼打成一團 上海進入兩階段封城 民眾瘋狂下單 採買生活用品 各大電商平台大爆單 快遞小哥忙昏頭 說除了吃飯睡覺 其他時間都在送單 而且很多社區不讓禁 只要放在外面 也不用爬上樓更好轉 早一點就出來了 我一天手裡拿那麼多併單 好多人都靠著我吃飯了 上海以黃埔江為界 劃分兩半 28號到4月1號先封浦東 4月1號到5號再封浦溪 空拍畫面中 昔日車水馬龍的街道 罕見地變身空城 浦東的道路和橋梁上空物一車 只有臨時架設的檢查哨 一名女子剛割完雙眼皮 就被隔離在社區裡 眼看過了拆線的日子心急如焚 原本醫生要把刀片寄給他 叫他自己拆 他怕拆壞 醫生只好帶著工具 隔著柵欄拆線 我沒進小區 他沒出小區 唯一就是說 可能跟他距離 社會近一點 由於上海浦東新區是金融重鎮 從證券交易所 銀行券商到基金公司 連夜展開金融保衛戰 員工拉著行李 趕回公司 準備長期抗戰 準備而且都挺樂觀的 因為我們這種工作 交易系統又不能放開的呀 而受到大陸疫情的影響 國際油價 美國賓州因為暴風雪襲擊 在境內各地茫茫一片 也因為暴風雪來得太快太急 在81號周期公路 也發生了嚴重的連環車禍 茫茫白雪中 黑色的車輛打滑撞向了路牌 沒想到後頭的白色卡車 也來不及反應 直接撞了上去 車輛如保齡球般被撞飛 美國賓州81號周期公路 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連環車禍 約40到60輛車 在暴風雪過後的公路上 撞扯了一團 從其中一輛行車記錄器畫面 可以看到當時能見度 幾乎接近於零 加上路面濕滑 等到駕駛發現前方有事故 已經來不及煞車 直接撞了上去 駕駛下車查看狀況時 還險些被車輛高速地撞上 當地氣象局表示 雪袍天氣造成了 這一起嚴重的連環追撞 也就是幾秒鐘 就會由晴天或多雲 變成了暴風雪 導致風向突變 風力奏增 能見度瞬間的巨降 各式的車輛 在濃霧以及積雪路面中 相繼的失控滑到路肩 還有運送油料的貨車撞車之後 起火爆炸 猶如戰場 這點趕來滅火的消防車 也一路打滑場面驚險 恐怕畫面更驚人 多輛車相撞重疊 造成至少三人喪命 二十多人受到了輕重傷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一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 這一台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 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